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 是蒙福的文化 成为祝福 要带出转化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这样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真的相信 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转你就与我们同在 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 我们不但来高举你 主我们不但来荣耀你 我们也渴望主你 透过你的话语 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主今天早上 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都可以来听见你的声音 主不是孩子我所说的 但是主你要亲自 对每一个人来说话 以至于你要透过你的话语 是灵 是生命 要带领我们进入到 你丰盛蒙福的原则的理念 因为这是你所给你教会 你所给你的百姓 你所给你儿女的福分 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分享 全国的文化 是一个蒙福的文化 我们来看诗篇第67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 诗篇第67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愿神恩待我们 赐福给我们 愿祂用脸光照我们 好使全地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第六节到第七节 我们也来读 请 地生出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全地都要敬畏祂 这个地方诗人说 神还求你恩待我们 赐福给我们 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 然后他外面说 神就是我们的神 祂要赐福我们 又再说一次 神要赐福我们 全地都要敬畏祂 我对于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 有极大的负担 因为我知道 如果神的百姓跟教会 没有经历到财务上面的兴盛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 门徒训练列国的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我对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 是因为我相信 如果神的百姓 神的儿女们 跟神的教会 没有经历到财务上面的兴盛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 门徒训练列国的 有很多的基督徒 一直都活在旷野的里面 可是我要告诉你 旷野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应许之地 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跟你旁边的说 神要你进入到应许之地 Amen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 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里面 而对以色列人来说 在旷野的神迹 是要来维持他们 可是呢 在应许之地的神迹 却是要来扩张跟提升他们 他们在旷野里面 神透过这些的神迹 其事 然后呢 要使他们怎么样 能够survive 能够活下去 可是当他们 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那个神迹 却是要来扩张跟提升他们 我们必须要了解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 经过旷野 也就是一个 他们仅仅够用的季节 记不记得 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马拿只可以拿一天的份 多拿的话就会烂掉 所以他们只能够什么 是一个仅仅够用的季节 可是呢 神要带领他们 经过那样的季节 进入到应许之地 也就是一个能够继承产业 跟经历加征的季节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开始 运用他们所被赋予的 来扩展跟提升 神国的影响力 神的心意 没有要他的百姓 继续地留在旷野而已 是一个仅仅够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 神渴望他们 带他们进入到 应许之地的里面 然后呢 透过神所赋予他们 透过神所加添 他们生命当中的 能够不断地扩展 跟提升 他天国的影响力 当然 军官牧师 我也不是笨蛋 我明白 成功跟新圣 是有他的危险的 就像是我看见 以色列人 把出埃及时候 绳索给他们的黄金 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 做成了金牛犊 成为了他们 敬拜跟信靠的对象 神给他们黄金 好不好 当然好 这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 可是他们却把黄金 做成了金牛犊 成为他们所信靠 成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 我完全了解 祝福会有他的危险 我了解很多人 在祝福的当中 会失去他们的焦点 很多人在神的 祝福的里面 他会走偏 然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却愿意冒这个险 神不是拿走我们的选择 神不是心里想说 既然祝福会让你跌倒 既然家政会让你的焦点 转移的话 那我还是让我的儿女 刚好够用就好了 No 你会发现 这不是神的心 神要给我们选择 祂愿意冒这个险 祂要我们长大成熟 学习如何去聆听祂的声音 去做祂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以至于祂可以信任我们 更多的赋予跟祝福我们 而身为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最棒的机会跟荣幸 就是要学习如何负责任的 拥抱祝福 神说我要祝福你们 我要祝福我的儿女 我要祝福我的百姓 可是呢 我们必须要学习 如何负责任的来拥抱祝福 成为一个神可以信任的人 我很喜欢Bio张神牧师他说的 他说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OK 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只是让你三餐温饱而已 祂要你跟祂一起做梦 因为祂是一个good good father 祂是一个良善的天父 祂要你跟祂一起做梦 而且祂也要跟你一起来筑梦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好使 我们刚刚所读的 好使全帝得知你的道路 意思是说全帝都能够来认识 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你是那位良善的天父 然后呢 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以至于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万国要怎么样 列国要怎么样得知 神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 要得知他的救恩 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得知认知这位神 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蒙福虽然是有风险的 可是他同时呢 也是彰显这位良善天父 最好的见证 当你进入到职场的里面 当你进入到这个社会的里面 当你跟你的灵社 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想要看见在你的身上 他们说哇 为什么你这么蒙福 为什么你的家庭这么幸福 为什么你在财务的上面 这样子的蒙福 为什么你的婚姻 为什么你的亲子关系 这样子的蒙福 他们会问说为什么 你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有这位神 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 当他们分享说 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就不要做基督徒了 因为你真的是一个 很不好的见证 你要知道 为什么神要祝福你 为什么世人 要这样跟神来打过 说神啊 求你祝福我 你要赐恩给我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蒙福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见证 让他们会羡慕 他们会羡慕我们的生命 他们会说 我也想要认识 这会祝福你的良善天赋 Amen 你蒙福的生命 你蒙福的家庭 你蒙福的婚姻 就是最好的见证 而今天早上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进入到 蒙福人生路线图当中的 四个重要的指标 进入到一个蒙福人生 路线图当中的 四个重要的指标 是神要我们去行 是神要我们去操练 当然 这个蒙福人生的 这个课程呢 我们 我写出来的 这个蒙福人生 这个装备课程呢 是有 总共有十课 我们在二月初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 更多地了解这个课程 二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在 宣教大楼那个地方 来开这个课 那如果你想要 更多了解课程的话 聚会完之后 你可以在外面 拿这样子一个简章 那总共是十个小时 因为是十堂课 所以今天呢 早上 我不会花你们十个小时的时间 请大家放心 我会把这 十个小时呢 浓缩成四十分钟 跟你们来分享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来看蒙福的第一站 蒙福的第一站 就是十一 蒙福的第一站 就是十一 这是一个入门的考试 若是没有操练 圣经当中 所说的十一的话 我们是无法经历到 之后 神在其他的步骤 当中 所会带给我们的祝福 我再说一次 如果没有操练 圣经当中 所说的十一的话 我们是无法经历到之后 神在其他的步骤当中 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不要听错 我所说的 这不是说 你做不到 凭感动奉献 这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的人 没有十一 却一直都在 凭感动奉献 我只是在告诉你说 操练十一 是经历到神祝福的门槛 可是很悲哀的是 整个基督的身体 在全世界的教会的里面 只有5%到7%的基督徒 有操练圣经 所教导的十一 你知道有多少人 是这里奉献一点 那里奉献一点的 但他们从来没有 经历到财物的倍增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并没有被耶稣祝福 圣经上告诉我们 非常的清楚 当我们把收入 最初的十分之一 带到神的教会的时候 耶稣才会祝福 我们的财物 因为所分别为圣 献上的十分之一 会使其余的90% 也成为圣洁 而神会亲自保护 跟祝福 我们所分别为圣的 意思是说 当我们将投身的 跟出手的果子 带到神的家中的时候 其他的都会被祝福 其他的才会有 倍增的潜力 很多人都说 俊华牧师 十一是旧约的律法 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在新约 就不在律法之下 而是在恩典之下 所以十一对我们来说 是不适用的 可是我要你去听 耶稣祂说的是什么 在这个礼拜的 读经进度的里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9节 我们将来读耶稣所说的 请 他们说我们的祖宗 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 你知道早在摩西 颁布律法的五百年前 早在摩西颁布律法的五百年前 亚伯拉罕就十一奉献 在希伯拉罕书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这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杀敌重回来的时候 麦基喜德迎接他 并且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把自己得来的一切 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他 所以我们看见 十一不是律法 在摩西颁布律法的五百年前 亚伯拉罕就献十一 而圣经上告诉我们 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做你们的父 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 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待十一 第一个是负面的角度 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窃取属于神的 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十一的话 就是不要窃取属于神的 十一不仅是神的律例 律例的英文是ordinance这个字 ordin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平常行为的原则 平常行为的原则 意思是说神的百姓 为着他们的收入跟收成 献上感恩 是很平常自然的事情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忠心管家的考试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请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 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 交给你们呢 你知道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吗 这个地方讲到的 别人的东西 当然你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层面的里面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东西 是别人的东西 不是你的东西 是什么 就是十一 十一跟其他奉献不同在于 其他的奉献是凭着你的感动跟负担 但是十一是神早已经定好 要放在神的家中 也就是你所在的教会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不只是为了使地方教会健康有良 这个之所以重要 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单纯的回应神所看中的 而不是加上我们自己的意志 来诠释神到底看中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顺服 单纯的来回应神你所看中的这些事情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解释 来诠释神他到底看中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很多人呢 把他们的十一 给到他们想要奉献的地方 不是他们的地方教会 不是他们所在聚会的教会 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奉献呢 给到任何他们想要给去的地方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为你感恩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不是圣经的方式 也不是神所命定的十一 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是你不可能去肯德基吃饭 却去麦当劳付钱 你不可能去肯德基吃饭 却去麦当劳付钱 只因为你对麦当劳比较有负担 只因为你觉得麦当劳有比较大的需要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千万请你不要说你是台北灵阳堂的弟兄姐妹 没有这回事的 可是你会发现 在教会的里面 在这个教会被牧养 但是奉献给别的教会跟事工 这种事在基督徒当中 却是时常发生的 另外我看见 很多的人就算是十一奉献给他的教会 他也想要自己去分配跟掌控 他的奉献到底要去哪里 或者去做什么 我只能够告诉你 放手吧 Let it go OK 十一不是你的 十一是属神的 你不能够告诉神的钱 说神你的钱要干嘛 OK Just let it go 交给神 你要明白 十一不只是神对地方教会的看重 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你若是没有伟生的教会 一个你所属的属灵的家的话 你要十一都没有办法十一 如果你没有一个伟生的教会 没有一个你所属的属灵的家的话 你连要十一都没有办法十一 所以你知道吗 神要我们抓住的观念就是 十一是神早就已经预定好了 我愿不愿意承认 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 我愿不愿意照着他所吩咐我的去做 而不是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这就好像是你知道吗 当你进入到摩西的会幕的里面 摩西会幕的第一站是同祭坛 你会说同祭坛 为什么会放在会幕的第一站呢 因为同祭坛所代表的是降福 没有降福于耶稣的主权 我要告诉你 你聚再多的会 听再多的道 奉献再多的钱 都没有用 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就是先降福 你才有可能蒙福 先降福按着神所教导的 按着神所告诉我们的 去做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会蒙福 那另外一个 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十一 就是让神居守卫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十一 就是让神居守卫 神对各位教会的主任牧师 Robert Morris说了一句 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话 他说你必须要让你的财物 在一个对的次序上 我才能够祝福他 你必须要让你的财物 在一个对的次序的上面 我才能够祝福他 如果是神在你身边当中 居守卫的话 其他部分的次序才会对 如果神不是第一的话 所有的次序都会乱掉 不过其实好像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说 是的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可是要如何实际的 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让神在我们的财物上面 居守卫呢 让我告诉你 很简单 就是透过十一 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亚伯献上投身的 该隐却只是随己意奉献 他没有献上出手的 以至于神悦纳了亚伯的计 却不悦纳该隐的计 而刚才我们有读到 耶稣说亚伯拉罕的子孙 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 你知道亚伯拉罕做的是什么吗 他献上他投身 唯一的儿子以撒 这位信心之父 蒙福的原因 就是他让神 居守卫在他的生命的里面 而我要跟你分享 你知道圣经有一个原则 叫做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意思是说你在圣经里面 你看见有两处的地方 那讲到同样一个原则的时候 这个原则就是真的 但是呢 我今天要给你第三个人的见证 第三个人的见证 就是先知以利亚的见证 先知以利亚在大饥荒的时候 他也对那个寡妇说 先给我做一个饼 记不记得那个寡妇 已经只剩最后一餐了 他快要饿死 他跟他的儿子吃完以后 他们就会死了 然后呢 可是呢 先知以利亚却对他说 你怎么样 先给我做一个饼 而当寡妇照做的时候 神就让他经历到 缸里的面粉不会用完 瓶里的油 也不会短缺的神迹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 在你任何的开销以前 先将十分之一给神 马拉基书第三章 神是怎么说的 神说 我会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倾倒我的祝福 直到无处可容 这就是神所应许 丰盛的供应 他说 并且我要为你 斥责那个吞吃者 斥责仇敌魔鬼 这就是他无敌的保护 神说 你愿不愿意照着我所说的 将食衣带到我的店中 看看 要试试看我会不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于你 直到无处可容 并且我要为你斥责 那个偷窃 杀害 毁坏你生命 毁坏你财物的这位仇敌 这个仇敌 要使你得着我的保守 保护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试探神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绝对不可以试探神 你不可以说 神啊 我相信你是保护我的神 你是拖住我的神 所以我就要从楼上跳下去 你会拖住我 不可以试探神 只有一个地方 神说你可以试试我 只有一个地方 是什么 就是食衣 就是食衣 神说你可以试试我 我觉得神鼓励 并且让我们可以在食衣上面 试试他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当你在食衣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结果是可以衡量的 我觉得神鼓励我们 让我们在食衣的上面 来试试他唯一的一个理由 就是当你在食衣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结果是可以衡量的 因为就算你不去算 国税局也会帮你算 你知道吗 我每一年 我要跟大家见证 我每一年都是在报税的当中 看见神给我的祝福 我数算他的恩典 我在报税里面 我看见神你这么丰富的祝福 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很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讲一些原则跟观念 不管这些原则跟观念有多重要 但是通常都是很难计算跟衡量的 然而有些时候 我们也需要透过一个 可以衡量的结果 来认识神国的本质 来认识这位神的属性 你要知道 他是那位供应跟保护我们的源头 当你用在食衣奉剑的里面 神说什么 你试试看 我会不会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请扶于你知道无处可扰 你试试看 我会不会为你赤着 那个偷窃杀害毁害你生命的 那个仇敌魔鬼 以至于你可以经历到我完全的保护 愿不愿意来试试看 你知道当你试的时候 这个结果是可以衡量的 是可以衡量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蒙福的第二站 慷慨的奉献和给予 蒙福的第二站 慷慨的奉献和给予 有些的人十一奉献给教会 却从来都不超过十一 你要知道耶稣祝福了 是有倍增的潜能 但是你如果不愿意更多地给出去的话 还是不会经历到倍增 当你被耶稣祝福的时候 他是倍增的潜能 他还没有倍增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更多地撒种 不愿意更多地给出去的话 你是不会经历到actually 那个真实的倍增会发生 就像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是祷告祝福了没有错 可是如果门徒自己吃掉 而不给出去的话 倍增的神迹是不会发生的 这是因为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财务的某个部分是种子 仔细听好 你必须要了解知道 你的财务有某些部分是种子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 讲到种子 你就必须要明白 你把种子吃掉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撒种出去 你明年就不会有收成 明白我的意思吗 可以 而你要知道你的财务的当中 有某一些的部分 它是种子 它是需要撒出去的 你才会在明年会有收成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第六九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 不要为难 不必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多做各样的善事 如经上所说 他广失钱财 周济穷人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但那次种给撒种的 又次食物给人吃的神 必定把种子加倍地供给你们 也必增添你们的义果 你们既然是富足 就可以慷慨地宣书 使众人借着我们 对神伸出感谢的心 神在这个地方说什么 他说慷慨的撒种 会结出人意的果子 慷慨的撒种 会结出人意的果子 耶稣也说要为自己 积聚财宝在天上 因为这样给予 会使我们得着永恒的奖赏 我很希望 这现在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天 当我们都在永恒里面的时候 这将是对你来说 唯一重要 也就是你这一生 到底投资了多少 在永恒的里面 你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 来创造历史 改变这个世界 而保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教导慷慨给予的生活方式 你一定要知道 十一跟慷慨无关 十一跟慷慨无关 十一不是种子 因为十一是属神的 你没有办法慷神的凯 十一是属神的 所以它跟慷慨没有关系 是你应该要做的 但是其他的奉献跟给予 就跟慷慨有关 是凭着我们的感动 跟负担来撒种 这其他的奉献 我们其他的愿意这样给予 就跟你的慷慨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凭着你的感动 跟负担来撒种 实际上告诉我们说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有可能可以帮助 你小组当中有需要的人 你可能看见在同工的里面 有些人家庭 或者是有些人财务 正在经历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愿意这样去帮助他 非常非常的好 你愿意捐款 给一些社会福利的团体 他们所在诉求 他们所在追求的这个东西 也是你所认同的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捐款 或者是你为宣教 或者是你为池塘来奉献 你也可以透过 支持任何的福音机构 来带出你想要看见的改变 想要给多少 或是你想要撒在哪里 都是由你来决定 因为这是出于你内心 最真实的敬拜 记得 神是赐种给撒种的那位神 当你愿意撒种的时候 神说什么 我是赐种的给撒种的那位神 当你愿意更多的撒出去的时候 神说我会把更多的种子赐给你 第三个 蒙福的第三站 奢侈的奉献 又叫做令人心痛的奉献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大家通常会比较紧张 大家放心 不要紧张 奢侈的奉献 又叫做令人心痛的奉献 我要告诉你 圣经当中充满了这种奢侈的奉献 玛利亚为了耶稣 打破了他存了一辈子的香膏 价值的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薪水 我想要请问你 如果你一次奉献你一年的薪水 奢侈不奢侈 奢侈 只有几个人说奢侈 其他人都很慷慨 你在一个聚会的里面 一次奉献的时候 你把一个鱼 一年 一年的薪水 全部都奉献进去 奢侈不奢侈 奢侈啊 OK 如果你把一年的薪水 都倒在一个人的脚上的话 奢侈不奢侈 太奢侈了吧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玛利亚所做的 另外呢 大卫为了要建殿 他自己掏腰包 奉献了折合现在 210亿的美金 他自掏腰包奉献了 因为他爱 他很想帮神建殿 他就奉献了210亿的美金 还有一次 耶稣说 那个献上两个小钱的寡妇 他献上的比所有的人都还要多 因为他是把他一切养生的 都献上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多少不是重点 你献上的再多 神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全宇宙的金银宝石都是他的 OK 你说神让我奉献100万 神让我奉献1000万 神让我奉献1亿 神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有的钱都是我的 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很厉害的 OK 重点不是多少 重点是我们的心 这是为什么奢侈的奉献 又叫做令人心痛的奉献 因为神会对这样子的心印象深刻 当你奉献的时候 神看你的心 神会对你的心 如果你这样子奉献的话 神会对这样子的心印象深刻 你这样子的奉献会吸引神的注意力 各位教会有一位知识 15年来呢 一直都在操练奉献收入的50% 后来他卖掉他的公司 赚了几百万的美金 他也奉献了几百万的美金 现在他负责给位教会的职场事工 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当他付完账单的时候 他就心血来潮的算了一下 他支票账户到底有多少钱 算完了之后 他心想说 神啊 你真好 你祝福了我 也祝福我的家庭 也祝福了财务 然后呢 他又突然想去算他的存款账户 算完之后呢 又去算他的投资账户 最后呢 还算了他的退休账户 总共有四个账户 都加起来 真的是很大的一笔钱 隔天早上在领休的时候 神就问他 你有多少钱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就知道 我不应该算我所有的存款 因为他记得 他的主任牧师Robert Morris 把所有都给出去的那个见证 而此时此刻是他这一辈子 正好知道 他所有的财产有多少 他就说 神啊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问我皮夹里面有多少钱吗 神就说 你有多少钱 神啊 你的意思是说 你在问我存款账户有多少钱吗 神继续问 你有多少钱 意思是 你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因为你昨天晚上 才把你所有账户的钱 全部都加起来 他就把数字告诉神 神就说 你愿意给我吗 那位职事说 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恐惧 因为仇敌魔鬼 就是这样的来攻击我们 可是第二个想法却是 哇 神你竟然会问我 太荣幸了吧 你竟然会问我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说 主啊 我非常愿意 于是他跟他的太太 就把一切都给出去 隔一年 就是那一年完了以后 隔一年的年底 有一天神又对他说 去把你四个账户的钱 都加起来 他就说 神啊 真的不要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我不需要知道 It's ok 我不知道 没有关系 神就说 不要担心 乖乖地去加 他加完以后 他发现 他每一个账户里面的钱 是他之前的两倍多 神就对他说 你花十五年赚的 我一年就帮你做到 他说孩子 其实我只需要一天 因为你永远不要忘记 我是你的神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所有一切的资源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当你愿意这样子 去相信 当然 书号牧师的意思不是 仔细听好 我的意思不是说 要你把你所有的都给出去 如果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的话 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都是可能是不同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一生当中 神一定会给你几次 能够为他奢侈奉献的机会 我今年是四十五岁 我这一生遇到过两次 我不是说 常常我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可是我一生中遇到过两次 而这两次我都经历到 我们就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们就来读 请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着我和福音 舍弃了房屋 弟兄姐妹 母亲 父亲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同时要受迫害 再来世 还要得永生 神说什么 没有不在今生 得百倍 再来世 得永生 我记得当神要Robert Morris 牧师 把他所有的一切 都给出去的时候 神透过所罗门 献一千头牛 给神的事情 来教导他 他告诉他说 我只会对那些奢侈 慷慨的给予者说 向我求任何事 记不记得神 对所罗门说 你可以向我求任何的事情 是因为在所罗门里面 有这样一个慷慨 奢侈奉献的一个心 所以神说 我只会对那些愿意 那些奢侈慷慨的给予者 说向我求任何事情 他说我永远不会 对自私的人这样说 因为我不信任自私的人 我只信任一个慷慨给予 不求回报的人 如果当你有这样子的机会 神这样对你说的时候 你愿意去做的时候 你会经历到神 祂会大大的祝福 加添给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 祂可以信任的人 你是一个祂可以信任的人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了 第四个 蒙福第四战 第四战 与以色列同战力的心 蒙福的第四战 是与以色列同战力的心 虽然这个放在最后 但是我相信 这很可能是最重要 也是神最在乎的 过去教会当中 有一个错误的教导 也就是所谓的取代神学 意思是说 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色列 可是真理却是 我们不但没有取代以色列 罗马书第十一章 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群外邦人的基督徒 就像是野橄榄的树枝 被接在原本的橄榄树上 意思是说 不是犹太人接在我们的身上 而是我们接在犹太人的身上 意思是 我们现在也都是 以色列的国民了 而当你去研究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 以赛亚书 罗马书 跟以佛所书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的计划 神检选了一块土地 跟一群人叫做以色列 来成为他的百姓 不是因为这群人有多特别 有多伟大 事实上他们是非常软弱微小的 他们是非常小众的 他们所有的土地也是非常小的 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呢 为了是要让世界其他的国家知道 如果连最小最软弱的国家 都可以成为最强盛的 那以色列的神就是真神 以色列是神救赎全人类计划的一个部分 这是为什么你会看见 撒旦几百年来不断地攻击以色列 甚至说服不断地说服教会要讨厌犹太人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神的次序 神的次序就是当犹太人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弥赛亚的时候 就会带出一个普世性的复兴 神的次序是当犹太人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弥赛亚的时候 就会带出一个普世性的复兴 也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保罗所指出来的 你必须要明白了解 神是有次序的神 唯有当我们按着神的次序行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着祝福 我们从会幕的当中 看见了敬拜的次序 而你知道吗 神对于该怎么样传福音 也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我们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对回教世界都有负担的 而人的理性逻辑是 如果你要传福音给回教徒 如果你要传福音到这些回教国家的里面 如果你要传福音给穆斯林的话 那我们就得要跟他们一样 一起来讨厌犹太人 因为我们知道回教徒他们都是恨犹太人的 我举一个例子 三四年前的时候的圣诞节 我跟菲利牧师去伯利恒办步道会 那个时候是在圣诞夜 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去伯利恒那个地方 伯利恒是巴勒斯坦的自治区 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犹太人的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只有巴勒斯坦人 我们在那个地方要办步道会 而在这整个办步道会的行程的里面 不管是巴勒斯坦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那些教会的牧者 你要知道巴勒斯坦人也有一些的人 他们相信耶稣 所以那些教会的牧者呢 不管是他们 还有包括伯利恒的那些领袖 都要菲利牧师表明他对以色列的立场 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菲利牧师可以站在巴勒斯坦 基督徒的这一边 而不是站在抵挡跟拒绝耶稣的犹太人那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犹太人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也讲说我们相信耶稣啊 我们接待耶稣啊 为什么你要站在犹太人那边 为什么你要站在以色列人那边 为什么你不站在我们这边呢 我记得当我们在那个办那个布道会 在一个外布道会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都是回教徒 都是那些巴勒斯坦人 当我们在办聚会的时候 最后这个主办单位的这个领袖 就来到台前 因为我们都已经办完呼召完了 然后呢也为很多的有些病人祷告 然后看见很多的神迹奇事 非常非常地感谢神 可是最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负责的主办单位的这个高官就站出来说 我们希望菲利牧师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到底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自治区 他们特别是在伯利恒的外面 有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围墙 那当然是因为以色列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嘛 所以他建了一个围墙 然后呢他就希望菲利牧师说 你跟大家说 你觉得这个墙到底该不该建 这个墙到底该不该建 就是说这个墙要不要把它拆毁 到底该不该建 你知道如果你说该建的话 意思是说你就是站在以色列那边 犹太人那边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活地走出去那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在户外嘛 那边 我真的在后面的时候 我听到说 那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不该建 应该要拆掉的话 那变成是你是站在巴勒斯坦这边 你就是不是为以色列站立 哇所以你真的 我就开始可以明白知道 为什么那些人以前说话的时候 要来试探耶稣 就是要来陷害耶稣 我在后面带他进报 我真的非常紧张 我不知道他会回答什么 因为如果回答的不对的话 我们那天就走不出去那个地方 所有下面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 然后呢 菲利布斯就起来 他就讲说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外面的这个围墙 不是最重要 神真正看中的是人心的那个围墙 需要被拆毁 外面这个围墙拆不拆毁 不是重点 神要拆毁的是 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围墙 哇 所有人都拍手 感谢主 哇塞 我就说 那天我们就可以活得走出去 可是你可以了解 知道整个人 那个氛围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你 跟他们一起站立 如果你要传福音 给这些巴勒斯坦人 如果你要传福音 给这些回教徒的话 你就必须要讨厌犹太人 你就必须要 敌对犹太人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不是这样想的 神的想法 就是完全相反 神说 如果你想要传福音 给穆斯林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爱犹太人 并且先把福音传给他们 如果你想要传福音 给穆斯林的话 你要先爱犹太人 并且先把福音传给他们 保罗说 罗马书第一章 第十六节 罗马书第一章 第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 请 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 也曾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要去到 以色列加迷失的羊那里 他也教导他的门徒 要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 因为这是神的先后次序 没有错 神渴望所有世上的人都得救 但是他对于我们 该从哪里开始传起 已经定好了一个优先次序 那就是要从犹太人开始传起 如此一来 世上其余的人都会蒙受祝福 以西节书第36章第23节那里 神说我在你们 也就是在以色列的身上 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周围的外邦人 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知道周围的外邦人 指的是谁吗 很奇妙的是 以色列四围的国家 亲一色都是回教国家 神在说的是 当犹太人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时候 就会开启这场末世的大复兴 而这些以色列四围的回教国家 也会回转来归向他 这是为什么当你爱以色列 你为着传福音给以色列 给犹太人的这个工作 来支持来奉献的时候 神就不得不祝福你 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 愿人人都悔改 你是走在神的计划 跟心理的理念 有一次特会的时候 有个牧者就问Robert Morris说 为什么各位教会这样子的蒙福 你们蒙福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牧师就随手随口就给了一个答案 隔天领袖的时候 神就对他说 你昨天给的答案是错的 神就让他想到 各位教会刚成立的第一年 就便开始优先奉献给犹太人的福音事工 之后才去支持其他事工 跟宣教的工作 然后呢 Robert Morris牧师 看重这件事情到一个地步 他特别跟教会的管理处的处长说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我想要请你开一张支票 开一张支票来支持 某某犹太事工的机构 他说而且我要你持续这样做 务必要确认 我们每一个月所开出的第一张支票 不是拿去付电费 我们所开出来的第一张支票 不是拿去支付同工的薪水 而是奉献给犹太福音事工人 他们现在一年有300万美金的宣教经费 100万先去支持犹太人的福音事工 他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五的晚上 是当月所有的 在当月所有的崇拜之前的时候呢 他们有着为犹太人所举办的崇拜 他们每一个礼拜花钱登广告 邀请犹太人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聚会 看见很多的犹太人都信了耶稣 因为他们相信神要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 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大大的祝福给位 他们开堂不到十个月 教会大概才有100多人的时候 他们不但有足够的现金 买下一块420多平大的土地 并且之后建堂跟扩建 所有的开箱都是以现金支付 完全没有贷款 一直到现在 他们教会的总面积是5700多平 地点就在高速公路的旁边 距离达拉斯国际机场 不过十分钟车程的金华区 他们之所以这么蒙福 是因为他们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但是在那个之前 他们按着神的方式 先传给犹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分享 神渴望你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 如果你明白神的优先次序 你愿意操练 今天我所跟你分享的 这四个蒙福的原则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他会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我要告诉你 神是奖赏者 奖赏者是他的属性 他必会奖赏 那些凭信心 按他的方式 忠心管理的好管家 而你知道神会奖赏什么吗 当我们做我们父 亚伯拉罕所做的 就像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 我就是你的大奖赏 今天神也在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说 如果我们愿意按着他的心意来操练 这个蒙福的原则的时候 神说 孩子 我 就是你的大奖赏 好不好每一个人从我座位上站起来 每一个都把眼睛闭起来 今天早上我要你来问神 我要你来问圣灵 主你透过这个信息 你在对我的心说什么 主今天早上让我可以听见你对我说话 可能是在十一奉献的方面 可能是在慷慨给予 可能是在奢侈的奉献 令人心痛的奉献上面 可能是要怎么样子 更多的来爱以色列 祝福以色列 不管神对你说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听见神对你说话 因为当你愿意按着他的话语去行 去操练的时候 你会经历到这个蒙福的原则 会活化在你的人生 活化在你的家庭 活化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 耶稣是你的救主 你也跟耶稣说你是我生命的主 可是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他是你财务的主吗 他在你的财务上面是居首位的吗 如果不是 生命当中其他所有的部分次序都会乱掉 神没有办法祝福 错误次序的事情 这不是说神要来定我们的罪 这不是说神要来控告我们 我要你可以感受到天父的心 他渴望他的儿女们 都进入到这个蒙福的原则的里面 他渴望他的儿女们 都能够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他渴望当他祝福我们 是因为他可以信任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成为那个管道 是他的祝福不只是祝福我 祝福我的家人 祝福我周围的人 也可以透过我 来祝福列国万邦 就像世人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 主求你恩待我 赐福给我 主求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 好叫全地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人 可能你正在一个财务上面的问题 缺乏 甚至你是在债务的里面 让你相信一件事 神是拯救我们脱离债务的神 神是要使我们在财务的上面 经历到祂的自由 跟祂丰盛的那位神 如果过去 我们在一些这些的原则 在这个管理的上面 我们不是一个中心的好管家 或是在我们的里面 有贪婪 在我们的里面 有不合神心意的优先次序 如果神今天在对你的生命说话 你要回转 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 神说孩子 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 永远都不迟 你说神好像已经没有盼望 好像已经太迟了 我怎么样子能够从这样子的债务 从这样子的问题的当中 能够走出来 让我告诉你 神是为你的财务行神迹的那位神 祂可以成就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你的心对准它 从今天开始 会有一个改变在你的身上 我记得三四五六年前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有一个 那个时候有一个音响 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 他欠债欠五亿 可是他信主了 接下来你知道每一年 我就看见神帮他还一亿 到第三 我忘记第三年还第四年去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所有的债务都还完了 因为他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 做出正确的优先词序 当神在他生命当中是守卫的时候 神就可以大大的祝福他 这样的弟兄姐妹 在财务的上面 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 唯有神是我们的拯救 唯有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也唯有神是我们的保护者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好不好 当我们要用这种诗歌来敬拜的时候 要请我们的祷告同工可以来到台前 祷告同工可以来到台前 可以面向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用这种诗歌在敬拜的时候 如果你在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的里面 你就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很乐意为你来祷告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诗歌 我们来敬拜 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有需要祷告的就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的同工会为你祷告 我们的牧者会为你祷告 我越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 你的祝福无法侧途 看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 如同手中尖宝 一切奖上都不能够 你的恩典相比 你的恩典相比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清醒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是你我属 我的全心荣耀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以你的恩典是我的新生命 你的怜悲 你的怜悲 无所求 只愿的人是祢 所有拯救都不能够 与我的主 荣耀相比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祢的十字 祂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世心 都是属于祢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祢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世心 都是属于祢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我们来到神面前 一起开口来祷告 把祢的心交给神 把祢生命的主权交给祂 祢的十字架 都是属于祢 祢是我们财物的主 生命每个世心 都是属于祢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我从前他开口 我要求祢 把我给你 Roll 个vid 没有 要求求祢 还求祢 我能求对神 startup 主要相信你蒙福的原则 就要运行在神百姓的当中 运行在你的教会的里面 当你的教会在新盛的里面 在财务丰盛的里面的时候 主要你要给我们权柄 让我们可以来门徒训练列国 耶稣谢谢你 因为全地要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都要得知你的救恩 谢谢你耶稣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散去的脚步 也祝福我们在下个礼拜 进入到新年的当中 我们要看见有新酒有新油 要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把重要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